好 表现是民事赞行 优质民事 内容强大 按下订阅 这样就对了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仲江 韩国瑜赢得国民党总统初选后 韩粉欣喜若狂 有人把韩国瑜捧为蒋公在世 是蓝营继蒋经国之后的传承者 那韩粉要造神 他们高兴就好 但是韩粉到处呛人 呛罢韩志工 连这个韩粉房东 都要把这家铁板烧店呢 这个收回 说月底呢就要收摊 那意见不同就无法生存 甚至人身安全都要受到威胁吗 这发动罢免的盈利 还有陈冠荣今天到警察局备案 什么时候 我们台湾的民主社会 变成是由反对意见的 要受到威胁 受到恐吓 那这还是民主吗 还是要退回 这韩粉所怀念的蒋介石年代 现在韩正营似乎沉浸在 初选胜出的喜悦中 韩国瑜以及李嘉芬 去参加别人的告别式 那一群人呢 开心的寒暄拍照 完全不顾桑家的感受吗 甚至开始分官封决 包括跟吴敦义达成协议 党主席赵作也传出 未来这吴敦义或是朱立伦 可能出任立法院长 还有这徐书华或是谢龙介 要去接棒选高雄市长 真有这样的盘算吗 那韩国瑜还去拜访 连战请义马英九等等 当初不是批评 权贵密室协商 那现在呢 韩国瑜说的跟做的 不是自打嘴巴吗 而韩国瑜选完市长 紧接着选总统 有人估算 他可能赚进三亿的 选举补助款 原来真正发大财的是 韩国瑜自己啊 那就有立委提案 这个待职参选呢 应该要吐回这个补助款 这个立法有没有道理 另外中国不满蔡英文 高调访美 除了新华社言辞批判 解放军陆海空五大军众 全数参与演习 并罕见的由国防部 对外通报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今天我们有研究 中国学位的学者 这个明居正教授 会进行解析 我们先介绍今天来宾 在我余学员第一位 这个政治评论员 余梅梅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员 吴国栋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 文春副主委黄子哲 中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员 林玉慧 中江好 大家晚安 也是资认媒体员 周年晃 中江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韩国瑜在国民党内 初选大营 造神运动开始 来看VCR 工作人员拿铁丝 把布条固定好 接着升上去挂 仔细看 布条上居然是 你没看错 上头一着韩国瑜照片 写着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下方写着庶民总统 让人看了 乘勿折舌 布条位在高雄左营 韩国瑜初选出现后 造神运动似乎也接踵而来 手机搜寻函 出现蒋公在世 虽然韩国瑜本人说过 相当欣赏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 韩粉更时常把两人 连结在一起 但说蒋公在世 会不会太夸张 先那若快在铁板上 见得滋滋作响 位于高雄这家铁板烧店 开业一年多 吃饭时间总是高棚满座 但如今店家垂不得已 要和顾客说拜拜 这个理由就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就我们的布条事件 就这样子 就是挂在店门口的红布条 上头写着 说好的发大财呢 还好我们撑过来了 原本店家是要庆祝 他们靠自己的力量 撑过一年 但暗算韩国瑜的话语 被韩粉贴上 不友善韩粉的标签 房东也决定请他们走人 上个新闻 房东看到了 然后认为说 我们自己承受就好了 还没回反就 对对对 我们刚开始扎根而已 店家在脸书上 除了留言想顾客道歉 也点名原因 就是因为房东是韩粉 无奈遭到逼退 顾客也舍不得 都选他你就去罢免 没有选他不用不配罢免 民调第一名 人家今天民调第一名 不搞清楚一点 吃饱撑着 好我们看到这个韩粉呢 因为这个韩总呢 在这个初选当中胜出 所以现在欣喜若狂 好像开始造神了 我们看到这个 他们把这个韩国瑜 称为是蒋公在世 好啊你们要开心 这样子说蒋公在世 也好了也可以啦 问题是真的是蒋公吗 蒋公是一声反共的 那现在的韩岛呢 韩国瑜呢 是不是舔共呢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绿营的高雄市员就说 如果蒋介石真的是听到了 那真的是会气到 从词乎跳出来 那我们看到 韩粉呢有多高兴呢 开始批图了 包括这个纽约 韩朝席卷纽约吗 看起来其实都是假啦 韩粉就批图嘛 在这什么纽约的时代广场啊 通通批上这个韩国瑜的照片 连白宫都有哦 好那既然韩粉这么高兴 也没关系 问题是实际到底做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到处呛人呢 我们看到刚刚VCR就是了嘛 去呛这些罢韩的志工 那甚至更夸张的 我们看到还有这些 韩粉的房东 要这些非韩粉 要这些罢韩的 通通无处谋生 是这样子吗 因为这个包括铁板烧店 8月底就要停止营业了 原本这个店家就说 好不容易是靠自己撑过来 结果没想到 还是不敌韩粉房东 那再来就是说广德家部分 当然嘛 就也不愿意租给他们啦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是这个韩粉呢 这个韩国瑜 民调第一名呢 我们刚刚看到这位韩粉大妈 就呛人家 韩粉第一名呢 你们还想霸人家 对不对 搞清楚到底是 这个韩粉是不是 或者说韩国瑜是不是皇帝 那韩粉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不理性嘛 先请到年宽哥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是韩粉出征 我们连基本的 这个所谓的无处谋生 都没有办法做生意了吗 其实我很想跟他们 谈一下民主素养 但是我后来想想 我觉得讲这些 他们也听不进去 可能也听不懂 所以我就换一个方式来讲 奉劝这位大姐 如果韩国瑜民调第一名 你为什么要怕罢免呢 那就一定不会过啊 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韩国瑜民调第一名 如果他真的在高雄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个犹如蒋介石 再世如此般的伟大 蒋介石我们小时候 形容他是这个民主的灯塔 世界的伟人 那为什么会怕被罢免呢 我们爱戴他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罢免他呢 如果韩国瑜真的这么优秀 那何必去批图说什么 纽约时代广场白宫 应该全宇宙都挂上韩国瑜的照片啊 问题是 不是这么 这不是真相 以上我讲的都不是真相 所以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 这个韩国瑜的支持者 特别是这些比较激情的韩粉们 他们有一种 集体的记忆 就是怀念那美好的旧时代 我觉得这是他们集体的记忆 那这个集体的记忆会造成 就是以我们现在 21世纪的来看 就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活在过去 可是他们并不觉得 也许那些过去的旧时代 对他们来讲 他的生活过得比较如意 好或不好 经济我不讲物质上的 但他们至少精神上 或者是各方面 得到比较多的满足 所以他们积极想 他们既希望于韩国瑜 希望韩国瑜把这个 整个台湾的社会呢 带回去那个旧时代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集体 大多数的比较热情 韩粉的集体意志 但是一个社会跟一个国家 进步它是不可能倒退的 它就是不断的会往前走 进步有些人不适应 那也不一定 每个人都觉得 进步一定是好 有些觉得这个进步 是我无法接受的 但是他就是这一条路 你就是挡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到明年1月11号的总统选举 我觉得不只是政党之间的对决 就是国民党 民进党或者可能有第三势力 不只是党与党之间的选择 他会造成了一个 两种不同时代力量的拉扯 就是有一边的力量是说 我们要继续朝21世纪前进 那有一部分力量可能要回到 如果是蒋介石的话 大概是差不多196070年代的时代 就是可能是 对大概是我刚出生 还是小娃娃的那个时代 没有什么民主的年代 对对我记得这个自由自家的主席 这个他昨天在脸书贴了一篇文章 因为小英总统这次过境纽约的时候 由自由自家跟美国的国会民主基金会 两个单位合正了小英总统 一个自由女神像的 对那个模型 对那个原型是民主的 对那他在脸书贴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自由自家在1972年 第一次做全世界主要国家 自由度评比的时候 当时台湾是被列为非自由国家 自由度只比中国多一点点 1972年就是蒋介石 在当总统的最后几年 那时候的台湾 这是自由自家讲的 他说台湾是军事独裁威权统治 没有民主的选举 但是到了1996年 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之后 台湾就列为这个自由国家了 那你拿蒋介石来形容韩国瑜 那其实他背后隐含的 就是说怀念那个时代 怀念威权 对怀念威权嘛 怀念那个时代嘛 也许不一定只是政治上的威权 也许是他怀念那个时代的种种 比如说客厅集工厂之类的 家庭代工之类的 他们怀念那个时代 那所以这是一个价值 有人这个主张应该回到那个时代 但是现在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明年的选举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除了政党人之外 他就是两种价值的拉扯 大家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做一个选择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要选择亲中 或是选择亲美等等 但是我要告诉韩国瑜 如果你崇拜蒋介石 如果你崇拜蒋经国 那是你个人的信仰选择 我没意见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 蒋经国跟蒋介石 绝对不会走进中联办的办公室 你如果知道他怕理由 不只慈忽 头疗那个都会站起来卡你 对的确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 韩粉你说怀念也就算了 问题是如果你去恐吓 或威胁别人 那就绝对无法接受 来美美姐怎么样看 现在当然说这些韩粉去怀念 旧的美好时代 OK他们的自由 问题是现在去恐吓 威胁人家的人身安全 因为现在包括 罢免的这些引力 还有陈冠荣等人 已经去警察局备案 甚至是提告了 也就是说这个是民主社会 应该是要往前走 往前进步 但看起来台湾社会 难道要往后退吗 所以韩流的崛起 我觉得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 影响真的很大 它不会随着一次总统大选就结束 我担心的是夹着民粹 然后阶级意识斗争 上来这股力量 到底它会撕裂台湾社会 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它不只是冲击了国民党 自己的权力结构 更重要是 它会埋下社会长期分裂 而且是社会面的 阶级面的族群面的 长期分裂的种子 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严重来看待的 所以当然我觉得 站在依法论法立场 我赞成引力他们这些人 就是说你真的是受到恐吓威胁 你就应该去提告 我也必须要讲我非常遗憾 我觉得韩市长 你不应该只讲爱与包容 今天如果我是韩国瑜 我会做什么事你知道吗 我会亲自去看 这些受到威胁的这些朋友们 然后用身体力行来表达 就是说对他们的关怀 然后呼吁韩粉们 不应该再做这些过激的行为 我会去香蕉煎饼店 我会去铁板烧店 我会请 就是说大家要安居乐业 那韩粉你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开始 很可惜的是 韩市长这些东西都没有做 他甚至于就是一刀切 就是说只要有这些暴力行为的 通通都不叫韩粉 他甚至说他可以 对他说真的叫假韩粉 他的擦眼还可以来辨别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遗憾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因为韩国瑜可能不知道 他自己想选总统 是不是他个人的权力中毒症 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埋下社会仇恨的种子 这块土地会是我们继续安身立命的所在 在这里我要用一点点时间来告诉各位 虽然韩国瑜很可能成也韩粉 败也韩粉 虽然韩粉这种脱续的行为 让我们觉得起起以为不可 虽然我们觉得说 有些人是不是要活在旧的年代里头 但是大家要去正式的想一想 为什么韩粉现象 到底这些韩粉是由哪些人构成的 我必须要讲 在这边不要轻忽掉这股力量 韩国瑜的支持者来自于很复杂一些结构性因素 而且我相信这是国民党过去也从来没有过的 你们想一想韩粉里头有包括军工教 有包括外省深蓝 还有包括可能是跨越蓝绿中间的 很底层的这些人 好 这些人在过去 其实互相不见得看得顺眼 互相没有对话的 可是非常奇怪 在韩国瑜的身上找到了一个交集点 好 这些人为什么可以找到一些交集点 因为在这里面 韩国瑜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想象 对军工教来讲 韩国瑜是可能恢复他们年金好处的 所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对深蓝的外省的族群来讲 也许马英九曾经给过他们希望 可是太阳花学运2016年的大败 他们觉得他们失去了话语权 甚至于马英九这些人 代表是传统权贵的国民党阶级 可是对于外省 这些比较基层的这些人来讲 还会不只是意识形态上面的认同 长期他们受的教育 更可能是他跟他是同一气味的 所以这些人对他也有寄托 好 再来跨越蓝绿中间的 这些因为韩国瑜的口号而被挑起民粹 对现状不满 寄希望于韩国瑜身上的 这些人可能是最非韩不投的一群人 他们认为说他们在社会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分享到一些经济的果实 所以社会往前走 请问一下民主中国对他来讲好像离他很遥远 然后他觉得AI人工大智慧 未来的期待跟他也没有关系 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可是韩国瑜说的发大财 韩国瑜看起来好像是庶民 所以他会觉得从韩国瑜身上 找到一个自己的希望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瑜在去年年底的选举的时候 可以席卷一些选票 那随着韩粉的过度暴虐 有一些慢慢被解构了 所以中间选民 所以年轻人觉醒了 但是一些寄希望于韩国瑜身上的 甚至于这些最始终的韩粉 他们甚至于把韩国瑜贴上什么标签呢 韩国瑜是蒋中正在世 韩国瑜是蒋经国在世 韩国瑜是被打压的 韩国瑜是道德完人 你们只要是真的不怎么讲 就批评韩国瑜的 你们怎么可以批评这样子 这么道德高超 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人呢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了韩粉现象以后 你就知道就是说 我们该怎么样子 从了解他们心理来跟他们对应 可是我在这边最后 我还是要讲韩国瑜先生 能够约束韩粉暴虐行为的 其实你是主帅 你有最大的责任 你不应该当你初选的时候 你需要这些人的促勇 可是当你要凝固自己选票的时候 你纵容这些人 那面对各界的踏法 你只用说这些非韩粉来做一刀切 如果这样的结果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只是误了自己的大选 你更可能误了台湾土地社会 长久的和谐 对这个现象我们要正视 那我也觉得政治人物要起码的道德 对 韩粉现象老实讲 台湾的民主社会已经是倒退了 因为什么时候持反对意见的人会受到威胁 受到恐吓呢 这不就很明显 就是民主倒退 来指责这部分 恐怕也真的是韩国瑜的责任 你必须要去呼吁 因为现在看起来 你在高雄市 如果是持反对意见的 连生存都没有办法了 我想不至于 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我们都知道 极端的 比如说很疯狂 很热情的 会占少一部分 然后很冷漠 不理政治的 也会占少一部分 然后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中型的曲线 这就是一般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 那大部分国家都如此 那当然有少部分 像比较热情的这种支持者 不管是支持韩粉 或支持其他人 有这种表现 坦白讲 你说是正常也是正常 但是如果你逾越了法律的 因为这些人已经到处攻击 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 我下面还有一句 如果你逾越了法律的范围或界限 那当然就是不合法 甚至是怎么样 就是说用公然的叫嚣 呛吓等等 我觉得也许它不违法 但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也不大健康 就是说你可以有其他方式 来表现你的诉求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跟别人 正面这样呛吓 我觉得这个 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 或者说治安秩序 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韩国瑜 就是你造神就算了 好吧 你自己开心 但问题是 现在人家发动罢免 你要去给人家 人身攻击 人身威胁 人身安全都受到恐吓 那已经超出界限了 那当然这个都不对 如果违法了 就是要法办 这没有什么 这没有什么模糊的地带 那至于韩国瑜的态度 坦白讲 如果大家想想 他在去年年底 这个县市长选举之前 他发了一封公开信 叫志勇军 就支持他 易勇军的一封公开信 也是希望说 大家呼吁可以礼敬 忍性 包容不同的声音等等 那最近这几件事情发生 包含那个香蕉煎饼店 他这个记者访问他 他也是希望说 大家爱与包容 要理性一点等等 那当然 我不要跟大家报告 你说政治人物 有没有这些道德责任 有 那只是说 对 就是说再努力了 再多做一点 因为你这不是一个很有组织 有组织的 这不是不像这个国民党党部 对不对 你还有党纪可以处分 只不过这种自发性 你一个政治人物 很难完完全全都去约束 那只不过我觉得 政治人物必须要发挥 一定的道德高度 对于这件事情 在面对在重视 那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 其实大家冷静想想 就说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发生 到底对韩国瑜有没有加分 看起来是没有加分嘛 所以说你说 大家要去这个什么 好像说 这个对于韩国瑜而言 是他刻意的去纵容的 我觉得这个倒不必 但只不过怎么努力 再把这件事降到最低 这个可以努力 看起来因为韩粉在高雄 的确他有他的影响力 那罢免这个韩国瑜的人 现在都分别遭到一些恐吓跟威胁 所以有人去报案 有人去正式提告了 好 那我们就说 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 继续的发生 那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呢 那还得了 台湾的民主社会 是真的有可能会倒退的 就说紫泽 你刚刚自己也说 政治人物可以做到更多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不敢奢望韩国瑜像这样子 可是他可不可以学一点点 你知道吗 以前甘地 他领导不合作运动 可是你知道甘地 曾经做到什么地步吗 印度有两个邦是世仇 他们甚至于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 种族不同 泄斗 甘地亲自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讲 他说如果你们再泄斗 你们太伤害我的心 绝食 你知道那个邦 50年之后没有再泄斗 我不敢渴望韩国瑜这样 可是韩国瑜是韩市长 可不可以至少不要 只要嘴皮子动动 甚至甘地 你可以想象甘地会说 只要互相打架的 就是我可以用什么 我的眼看人 那就是假甘地粉 他会讲这种话吗 他绝对不会 他是用身体力行来做 我不渴望 可叛 就是说韩国瑜做一个 像印度圣雄甘地这样的人 可是他至少 他可以再多做一点 多做一点点 问题是他用切割法 用那种保存自己的方式 他有没有指示警方去办那些威胁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不是只是说 他约不约束了 就好像说我们做一个游行 你可以把人带来 你要负责把他带回去 你把韩粉召唤出来 今天韩国瑜 你有没有那个能耐 把韩粉约束好 那他变成一个社会稳定的力量 而不是躁动的力量 甚至于说 他伤害了民主言论自由的 一股潜在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考验韩国瑜的人格 更重要的是考验他人格 如果他连这个都没有办法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将来他当选总统 把他衍生到 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子的台湾 我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 恐怕韩国瑜根本去不会约束这批韩粉 因为现在还在选举阶段 恐怕他还是会继续利用这些韩粉 来达到他最后选举的目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韩粉现在似乎是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 连去参加告别式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韩粉 自古脑的自嗨 因为包括李嘉芬 他最近这两天也都去参加一些 告别式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这是一个铁路警察 很哀伤的一个告别式 91岁的阿嬷哭着敬会上 但是我们看到李嘉芬去参加的时候 转头看到这些认识的人 还有韩粉马上就参笑 让人家就会觉得 是不是活在总统初选的喜悦当中 沉浸在喜悦当中 其实包括韩国瑜的部分也有 在公计会场上也是 韩粉是很高兴的 跟这些人在合影 国东哥怎么看这样的情形 韩粉现在是不是就是 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当中 只要韩国瑜能够胜选 一切都不管 这个政治立场的不一样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极端的 我在这里可以议言 这种像一和团似的民粹 这种昏恼 不可能短时间会停止的 你要韩国瑜去叶束他们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韩国瑜怎么去叶束他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爱与包容不是口号 爱与包容你要拿行动给人家看 当如果像香蕉煎饼店 这个已经在电视上这样泼出来 作为一个市长 不要讲是总统候选人 市长你是不是该自己去 那个香蕉煎饼店去一趟 做给你的支持者看 也做给你反对你的看 我市长我亲自来这里 然后为什么会找不到地方让你摆 对于铁板烧这个 你自己亲自走进去 甚至可以去见那个黄东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不租给他 不要讲说是总统 是市长 我作为一个城市的大家长 来了解我的这些商业的行刑是怎么样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做出来的时候就不必用口号什么 爱与包容 这个是喊假的 不需要你只要自己去的话 我相信那个 今天又播出来的那个大妈 就不会那么激动 人家市长都来了 那你还在激动什么 这个是要行动来证明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指望他说 我什么学干地 那不需要他也没伟大到那个 可是我觉得比较奇怪 人家造神都是造新的神 要造一个新的神 就像现在的偶像一样 现在综艺界偶像一样 你怎么去造个还是把旧神拿出来 尤其争议这么大的蒋介石 你把他闹出来 对年轻一代 蒋介石是谁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你知道那个神对年轻一代是有距离的 那证明说你的韩文是一些年纪大的 在过去那个传统那个社会里面 只是我这几天感触特别深是 国际媒体很少对台湾总统候选人 用那么严重的评语 亲中又是民粹 就是蒋介石 蒋经国在选的时候 虽然是间接的国民大会选 他也不敢用这样的词句 在讲一个国家 只有人家敢讲你这个候选人 就是亲中跟民粹 民粹的意义是什么 民粹意义很简单 我刚刚为什么要讲义和团 义和团当时起来的时候 胡青灭羊 我的口号很大吧 那你现在不是就 这些人好像就是 胡韩要灭台医那种口径的吗 那谁才能阻挡他 你去读历史看 一个人头头几个人被抓起来砍头 以后自然就解散了 那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 不会做这种事情 你超越法力了 自然法力去办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超越法力 所以台湾的民粹政治 走到这个民粹到这样地步的时候 难怪中国在绩效 常常绩效 民主都是假的 为什么 他们最懂得中国人的心 最懂得中国的这种奴性 不可能民主的 所以才会对台湾民主 嗤之以鼻 今天我们要证明 台湾人民 你来证明 让中国看 我们的民主不是那么脆弱 我们的民主 也不是中国看得很漂亮 我们的民主 真的是所有台湾人民 2350人在主典的 如果不要因为 少数这些韩文在这里 这样的话 你就以为台湾完蛋的垮了 现在网络很多人也很悲观 我觉得不必要 你要坚定追求民主的决心 真正时候到的时候 民主投票选举就证明 只有投票选举的时候 这股势力才会压下去 才会消下去 来 玉慧姐 怎么办 现在看起来台湾的社会 是不是感觉上 有点倒退 被这些韩粉 搞得变成是 所谓的民主倒退 回过去的威权社会 因为其实韩国瑜市长 他在去年的11月24号 他之所以能够当选 他是搭着直升机 那他有了两项的重要的武器 那这台直升机是用民粹 去帮他加油的 那这台直升机是靠着 韩粉这样的气旋 让他上升的 所以他在去年 才能够席卷高雄市长的宝座 那但是现在后遗症 我们逐渐看到了 那这个后遗症呢 其实就是现在 不止在台湾 之前也曾经在克里米亚 未来可能在世界很多地方 我们一直讨论的资讯战 那个就是认知空间的作战 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叫做挑起仇恨 挑起你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对立 你像在美国 在川普当年在选的时候 他挑起的是白人跟黑人的对立 现在是移民跟非移民 跟美国当地人的对立 那在这个克里米亚的时候 是挑起乌东跟乌西的这个对立 所以这个是在认知空间作战当中 他们的一个战术跟战法 很不幸的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是 这群韩粉的确就依照 我们看了很多 过去都觉得可能吗 可能吗 现在真实的就在我们的这个身边 你看到这个资讯战是发生的 这些韩粉就如同 刚才美美所讲的 他们是很多过去不同的群体 这些的群体本来过去是互相不打交道的 但是韩国瑜很成功的 用不同的面向去面对他们 去招安他们 去降服他们 让这些人同样的用宗教的方式 来崇拜这个韩国瑜 那这几天在网络上面 最热门的一个议题 有两篇文章主导 就讨论韩粉的轮廓到底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去跟他们沟通 老实讲 这个当我在昨天看到了 有包括这些的长辈的社团里面 社群里面 在传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包括在 New York Times 在White House 那看到这些全部都 po上去 这个韩国瑜的大海报 那他们相信 那他们很开心 然后他们还甚至于 很努力的广传 我就觉得其实 目前这个时间点 你要告诉这些韩粉说 韩国瑜是不好的 我觉得他们听不进去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 因为他们的资讯来源是哪里 这家电视台到现在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写一篇文章 去歌颂这些电视台的记者 或者是坐在编辑台的这些编辑们 我觉得他们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能够 真的是狗屁到造的东西 他都能够帮韩粉 这个帮韩国瑜 把他那个吹捧成天 韩国瑜 这个有什么样的美食 这些人他是怎么样的 这个去崇拜他 看到了韩国瑜的哪些点 韩国瑜穿什么衣服 韩国瑜怎么走过的 他这个从小看过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那个真的是造神 民主社会应该是 越来越理性 能够选出一个真正好的人选 但现在看起来有点倒退 庭法委员怎么看 这是不是我们说 韩粉现象 其实是民主社会发展的 一个极大讽刺 其实为什么 大家会再提出说 韩国瑜好像是讲功在世 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威权专政的在世 也就是说今天 韩粉的态度就是 不容一颗沙 然后不容一个不同的一件 也就是我要完完全全征服你 可是完完全全征服你 是你要同意我的想法跟看法 我支持韩国瑜 你就要支持韩国瑜 这不就是威权吗 这不就是现在中国 以人治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吗 没有法治 难道台湾要再重回过去 这样的一个威权政治吗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但是你看韩国瑜 虽然刚刚指责说 基本上韩国瑜 还有可以做的空间 可是韩国瑜敢做吗 能做吗 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不是他根本就不做 因为现在在选举 他还需要韩粉 因为没有韩粉 怎么可能有韩国瑜呢 没有韩粉 怎么可能能够把他捧上高雄市长呢 如果没有韩国瑜 怎么可能 如果没有韩粉 怎么韩国瑜可以战胜郭台铭呢 郭台铭是用钱 空战完全一直打 可是韩国瑜靠的是韩粉 就是这样到处呛瞎的韩粉 然后用呛瞎 他是要去掩埋一些事实 我最近在台南跑行程的时候 有遇到很多从高雄来的朋友 然后他们一口同声的说 他们说你们在媒体看到的 真的就是一个假象 因为除了媒体在造神以外 除了韩粉在造神以外 他说你们应该真的到高雄看一看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罢免 虽然说韩粉呛下这个罢免的志工 可是民调第一又是如此 又是如何 他说你回去看一下 你们如果真的要支持韩国瑜的人 真的到高雄看一下 看什么 他们说店面都关了 店面都关了 不再是像韩国瑜当时说的发大财 不只店面关了 已经造成对立 什么对立 就是韩粉 然后跟所谓一般的民众的对立 你只要不是支持韩国瑜 你就是我的对立方 可是他说的 这样对高雄市是好的吗 他说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再放大 到了未来整个台湾 我们可以想象 未来就是一个大对立的状况 韩本不可能消退 因为他们只能 只有可能越演越烈 为什么 因为有媒体 有焦点 大家会去报他 报他之后就可以看到他 对于韩国瑜多适时多效忠 所以韩粉一定是会越演越烈 他希望借着这样子 他们的一个激动 然后去吸引所有的人 去吸引所有的支持者 去吸引所有 没有支持韩国瑜 可以重新认识韩国瑜 这就是韩粉的做法 可是我们要说的 过去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选举当中 大家就经历过 请问大家的支持者 有像韩粉这样过吗 从民进党所谓的 阿扁总统的时代 或是蔡英文总统的时代 请问支持他们的人 有这么夸张吗 爱与包容好像说 我讲爱与包容 只是要讲给别人听 但是你们韩粉 该怎么做你们就继续做 似乎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真的期待了 除了韩国瑜本身 我们也希望台湾人民 真的还是要做一个很大的觉醒 如果现在高雄市所发生的状况 这种对立的状况 未来如果你在选择当中 1月11号没有选择好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 未来有可能 我们要面对全台湾 都是这样的韩粉的到处攻击 你能接受吗 我们再来关心韩国瑜才 刚刚赢得党内初选 那中央党部的池塘里 就发生了一条龙鱼 跳尺死亡的一个状况 一般人家说是鱼要龙门 那现在这条龙鱼跳尺死亡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因为韩国瑜的鱼 跟这条鱼是同音 所以有人担心 这会不会代表明年的选战 恐怕是不乐观 或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先请教年华哥怎么样看 这个吴敦义会不会相信 好像之前好像还蛮相信 算命之类的是不是 吴敦义是蛮相信这些选学 你看要不然他怎么会 又是香港的铁板神算 又是这个摸骨 这个其实他是蛮相信 其实我觉得台湾所有 这个大多数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多少都会相信一段 因为你毕竟 从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 百分之百靠自己努力 有时候要有点运气 要有点天秘 对这难免的 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 只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太巧合了 就如果今天是青蛙 是天鹅也就算了 就刚好又是一条鱼 然后那个鱼又叫龙鱼 我们知道龙鱼是一种很贵的鱼 那通常就是做生意的人会养龙鱼 因为他可以聚财 那国民党听说有请高人指导 养了九条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古早时讲皇帝叫做九五之尊 所以养了九条 九是一个比较很最高级的数字 至尊的数字 然后韩国瑜的名字又刚好有个鱼字 而且时间上又太巧合了 前面在宣布韩国瑜民调第一名 基本上已经得到国民党提名了 这等同了 后面那条鱼就死了 鱼就死了 当然你从科学上 你可以做很多解释 天气太热 搞不好那时候正好有一只 他喜欢吃了虫飞过 他为了要吃他跳起来 步进施工 跳太用力 被吵到了 跳太用力不小心跳出来 因为前天那个天气真的很热 不要说雨了 连人都受不了 水都没换 对我们晒一下 大概也变人干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巧合 但是我觉得最离奇的是 是哪个天才拿一把尺 去量那个鱼的长度 竟然是法医验尸报告吗 而且你知道吗 更离奇的是 大家知道那条鱼是几公分长吗 46公分 韩国瑜46年次 小肝有这么多好事 小肝真的有这么多好事 这不是我们在讲什么怪力乱神 穿着附会 我只是把这些巧合 提供给观众朋友 真的小肝有这么多好事 太巧合了 对 不过我觉得韩国瑜他很 他也很聪明 他非常聪明 政治讲实力 有多少实力掌握多少资源 韩国瑜知道他现在实力不够了 所以他宁愿 他可以把党主席这位置让给吴敦毅 说你继续干好了 我不跟你抢党主席 其实韩国瑜的着眼是在于说 我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我既然掌握不了这么资源 我就有我所能掌握的 我先做 等到有朝一日我真的选上总统 大权一把抓的时候 你吴敦毅党主席干得下去吗 我到时候要做党主席还不是信手拈来 假以时日 对 所以这个是韩国瑜很聪明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 韩国瑜虽然表现出来是个草包 但是他在权力斗争方面 他的聪明才智 其实是非常高的 的确 怪力乱神 孤万听之 这些新闻我最无法接受的是 作为一个老媒体人 既然你的联合新闻网 发布了这个新闻 而且是独家 独家 为什么要撤掉 为什么要抽新闻 真的是怕韩国 真的有民粹怕到韩国来攻击 来把你们这个报社烧掉 会怕 你看人生公主 有人都没人看 这只是一个 在台湾美食镇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你就报道一个新闻 结果一定是有人点醒他 惨了惨了 你还不赶快 所以这个新闻上网 马上就撤掉 幸好有人已经有破出来了 不然我们还不知道有这种 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跟郭东哥报告一下 第一时间很快就撤了 有人有截图 但是看不到新闻内容 后来是发现 他在美国的世界日报还没撤 所以才找到那篇新闻的 从美国再转回台湾 对对对 后来才 那等美国的那个被发现以后 马上也撤掉 所以他是连撤两道 所以郭东哥会不会担心报社 就担心说 韩粉到时候集结去你报社门口 给你丢鸡蛋 会不会给你包围 不用了 只要那个 韩粉退联合报 联合报大概定户就少掉一半 我请问你啊 仲将 这像不像李志诚流寇集团 加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 像不像 台湾如果出了一个 李志诚流寇集团式的人物 然后用搞阶级斗争的手法 要来赢得选举 那我问你 台湾的民主政治该怎么办 我们长久的社会的族群 该怎么办 民主社会 怎么会沦落成到这种地步 我告诉各位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 再严肃的课题 他不是只是一次选举的胜负 他又关于台湾民主政治 是不是动摇 民主政治的品质 他更优惯的是说 如果真的是 拦起阶级斗争的仇恨 加上民粹的三风点火 我问你 这块土地 我们将来怎么共同生活下去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还有中国的虎视担当 如果携同那一个分裂的台湾 一个民粹的流寇式 然后阶级斗争为刚本 将来这样的台湾社会 你觉得 中国要来侵吞台湾 可不可以兵不学任 这么严肃的课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过 就从一条鱼 跳尺死亡 然后大家去衍生 那这个报社也担心赶快撤掉 这是不是显示出什么样的依赖 这个可能党中央的这个意思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报社为什么撤这条新闻 可能要报社来出来说明解释 是不是跟韩粉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这个不晓得 其中的原因 可能你惹恼的韩粉 搞不好报社觉得说 这个新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不够精确还是什么 我说有很多种可能 那如果通通又要算在 这个韩粉的账 我觉得也未必适宜 可能要进一步 那是不是适室嘛 是不是确实 他真的要移后来又活着 确实跳石 他是不是昏倒 他现在要讲鱼了 除非不是适室 他才要测 第一个就是说 坦白讲这个水石 我还真没看过 因为他是在党部后面 对他在党部后面 因为我平常都从正门进出 然后后面这个 风水宝地 我还真不晓得 第二个 我们国民党中央党部 那一栋大楼 不是只有国民党而已 还有其他住户 所以这一栋大楼 是有管委会的 那现在党部的说明是说 这个水池 是由管委会 这一栋的管委会管的 鱼是他们养的 所以跟党部没有关系 不是为了什么风水 为什么去养这个鱼 那至于 至于为什么跳出来 那鱼是国民党养的吗 不是不是 我刚才管委会 管委会养的 那至于鱼为什么跳出来 根据管委会 正式官方的说法 他们认为是因为 附近铁路局在施工 最近有正的比较用力 所以都民进党害的就对了 铁路局是民进党的 铁路局是中央单位 那搞不好就是 如果这样隐身 但我不会这么坏心 就是说 对那可能因为 这样的环境的关系 所以造成这鱼跳出来 那我就说坦白讲 这个可以当作花边新闻 娱乐新闻来看 可是这个 这条鱼跳出来 跟韩国鱼未来会赢会输 这个要把它牵扯在一起 大家堂堂大爆射 竟然会怕到这种地步 是不是跟韩粉有关 我觉得是要有爆射来讲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讲不准 然后再来我要讲 如果这个新闻 可以这样子去认知的话 那如果这一阵子 如果有蔬菜 蔬菜在田里面 枯萎了 那是不是代表蔡英文 2020选不上 我不会这么说 因为这个 没关系 因为他就在中央党部 后面的鱼籍 不是总统府吧 总统府没有种菜 那说法跟总统代之参选 有异曲 那中央党部 民进党中央党部 附近的那个树草 一定要看好 为什么新闻会知道 那因为你要问爆射 我就说 在这里面 非常的优微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老实说 这个我不晓得 就对政治特别敏感的人 那可是再来就是说 联合报 为什么一个事实要去撤新闻 我们其实一直要讲说 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老说有点怪力乱神 你可以不去理他 可是一个堂堂的爆射 明明是一个事实的新闻 为什么要慌慌张张的撤掉 特别是青蓝媒体 而且是青蓝的媒体 你自己想想看 那再来说 这阵子以来 多少青蓝的名嘴 为什么反对韩国瑜 他们之间 他们有多少人 也受过韩粉的暴虐 那更不要说 最原始的受害人 黄光晴 乃至于所有的店家 你只要是反对韩国瑜的 几乎就是韩粉出征 寸草不生 这是过去 台湾不是没有什么粉 有 很多政治人物 都领一时风骚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 这样子激烈的情形过 没有 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为什么 这条荣誉 跳蚩死亡 也许大家关注的这个点 也是在于韩国瑜本身 但他自己是不是有做好 那特别是 因为他赢得初选之后 是不是沉浸在洗杯当中 开始分官封诀呢 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才是死路一条呢 我们看到 包括跟吴敦毅的协商 是不是已经达成了协议 也就是说 党主席他继续做 再来他接连这个拜会 可能马英九 连战等等 要来谈整合 那现在也就传出 包括立法院长 是不是有可能 吴敦毅来担任呢 或说是这个朱立伦呢 那朱立伦也传出说 可能不排斥 来辅选这个年底的 明年的这个立委选举 所以包括休党章 那韩国瑜当选之后 不兼党主席 是不是吴敦毅能够续任 那再来还有传出 许淑华可能接任 要来选高雄市长 甚至还有谢龙介 等等这些传出 你们怎么看这部分 如果沉浸在喜悦当中 选举都还没有结束 现在就开始分官封诀 那恐怕还真的是 韩正义有可能会死路一条 这一定的嘛 因为韩国瑜是在 整个韩本的支持 而不是国民党这些高官 或是这些重要的角色 所支持的对象 因为韩国瑜一直就是不甩党中央的 包括高雄市长也是 你们国民党最后不要来给我互算 党中央最后不要来 所以他当时是完全阻挡所有 国民党相关人等来跟他助选的 然后他要选 他要这个帮他站台的 他都有经过他自己愿意的 反正就是要跟党中央切割 那到了这一场的一个总统初选的时候 吴敦义也是啊 他就是逼着吴敦义 逼着党中央啊 我就是民调高啊 我就是韩粉支持啊 那你要怎样 我就是被动 你就需要去修改你们的办法 来符合我 虽然中间跑出了一个郭台铭 可是最后还是啊 你看韩粉 对韩粉所有的这个压境之后 还是不敌 这个整个状况的发生 所以很清楚 现在韩国瑜 如果没有去做一些整合的动作 也就是像过去国民党分赃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担什么位置 你担什么位置 大家来谈好 他还是要势必 这也是过去他批评的 没错 他说的派系嘛 派系 全贵 对 所以全贵 派系 都是他 都是他所批评的 可是 谁派系最严重 韩国瑜 你看各县市都是派系支持他的 然后密室 他这个不是密室吗 如果没有密室 就没有今天的韩国瑜 没有密室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初选办法 来为你韩国瑜量身定做 全贵 没有吗 你说你自己是庶民 你只是为了要摆脱 这个全贵的一个名号 但是你真的是庶民吗 我们都说的 庶民这两个字 在你韩国瑜身上 要重新定位 我们必须说的 今天如果连分账 到连许淑华 谢龙杰都可以去接 高雄市长 那你把高雄市民当成什么 你要给谁就给谁 你要派谁就派谁 一个韩国瑜跟高雄市 没有任何的感情 所以拍拍屁股就走 你高雄市是你家的市 我要去担我的大位 因为高雄市只是我的跳板 我拿到手之后 我就是要去争取更高的位置 那现在他就说 许淑华 谢龙杰 一个难投一个台南 跟高雄又更没有感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难道所有的韩本 你这样的一个强压对立 就可以去处理这些相关的 所谓选举业务吗 所以其实如果要讲韩国瑜 他今天说了一个说 未来他对外发言 只有发言市政 国阵的话 他又用书面报告 哇 这太可怕了 国阵你一个候选人 台湾人民如果没有办法 了解你对外交 国防 两岸的态度 你都是白子黑字 那白子黑字 不是你自己说的 是你的幕僚写一写 让你说 这就是我的表示 因为你害怕 你不会讲 因为你怕讲了之后 你怕讲了之后被抓到你的把柄 所以你不敢讲 你反而现在用一个说 我现在要专心市政 所以我只会对市政发言 国阵的部分 我会用书面 天哪 这我完全没有办法相信说 这是国民省所提出的 总统候选人 来 我请教玉惠姐 现在包括韩正营 或是蓝营 开始分官封决了吗 的确 因为当韩国瑜市长 他代表国民党 在初选当中脱颖而出 第一时间 很多人就在网络上面 就写了他的梦幻内阁名单 其中我个人是对潘恒旭 这我感觉到特别有兴趣 我相信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也大篇幅地讨论过 他曾经主导过 或者是他去参加过 那个小三通 就是骑进到洞头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 潘恒旭可以去当经济部长 那有些人认为说 他可以去当 因为经济部负责观光 观光业务 有些人认为说 哎呀小三通 他可以去当这个交通部部长 后来结果有听 某一位这个朋友就说 他说其实潘恒旭跟朋友讲说 不是不是 他要去当国安会的秘书长 虽然后来这个潘恒旭 自己出来否认 但你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或者是大家为什么会 对于这个新闻 会觉得有趣 而且会在网路上面会发笑 会帮很多人 就是安排加关禁绝 其实就是表示说 韩国瑜他在过去 他的用人 的确就让人家这样子 有脉络可循 那因为他不只是高雄市的 很多这一级的主管 他补齐的时间 不晓得到现在 是不是全部补齐 然后他如果要补的话 也都是从他自己 亲近的人士去用 所以才会给外界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认为说只要他一旦 这个选上总统以后 加关禁绝 绝对是他身边的这些亲戚 所以当然 没错 一个领导人 他要用谁 那的确是有他的一个自主性 但是如果说都不靠专业 而是靠我跟他彼此的这个亲疏关系的话 那这样是民主于什么 你到底把民主放在哪里 来国东哥怎么看 现在韩国瑜是不是已经成为蓝银的新共主了 而且可以跟吴敦银一起在谈这些位置 要怎么安排了吗 口说无凭 韩国瑜虽然讲说他当前总统的话 不会去兼党主席 但是嘴巴讲的没有用 所以7月28号 国民党的前代会 会不会删除掉这一条党章 总统不兼党主席 这个才对吴敦银才真有把握 因为党章写在那里 虽然他说他不兼 他什么时候他想到要回来的话 你怎么办 可是以我对吴敦银了解 他是不会只当一个光棍党主席 光棍党主席有什么好干 总统是韩国瑜的话 他光棍党主席要干什么 如果他掌握不了政 行政方面他掌握不了 那他这个光棍党随时 就会抢兵拔 所以现在外界讲说 他只有一条路是兼立法院院长 这有可能 因为他是民意国会殿堂最高的 然后立法院院长在兼党主席的话 他就可以操控整个政局 如果他做不了的话 我相信他这个党主席 也没什么好干 所以我们才要笑他 说吴敦银你老模深算 怎么会算到这个地步 明年的1月11号 大赢的话 你党主席也要下来 选输的话 你党主席也要下来 你只能干半年 那你还在选什么 所以现在一定要盘算 这个大选之后 可能要怎么样来铺牌 他这样的搞法 就是选大选之后的 因为输的话 大家都没有 他党主席自然吃 那万一给他捡到了 他也捡到了 那怎么办 这也是要盘算一下 所以他会不会列为 不分清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吴敦银 那就很 大家可以看朱立伦也要 他也要 变成现在已经 国民党的总统出现过了 现在大家在看立法院这一块 这块是唯一这些 这些钱贵 这些国民党的这些老派传统 想要的这一块 这块如果再拿不到的话 那等于就是韩国瑜的盘 全部都是他的 所以很多观察点 我们可以了解 我一直在提醒 不要忘掉王金平 王金平到现在还没有出手 他还在各地啪啪噪 那到底现在要怎么跟韩国瑜 能够纠葛起来 虽然现在很多人推荐 詹善正 李红颜 连朱立伦都推荐给韩国瑜 但是我只讲一句话 都还没开始吃相就这么难看了 那真的万一要选上了 还得了 总统府 府院党一大堆人 我们看了 其实乖乖的都进去 而且八大行业的老板 祝福你们 将来跟高杰那个一样 你们也可以进去了 说不定还混到一个 一官半职 可以统筹 听说是这样子 听说不只是说 韩国瑜已经跟吴敦义谈过 不会跟他争党权 听说连不分区的建议权 都全部尊重吴敦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不起 那可不是只是吴敦义 要不要列起不分区 甚至跟立法院长问题 这个是他拥有不分区提名权 那是权力的分配者 那是权力分配 那个国会是一个重要的舞台 如果说他做一个权力的分配者 他这样当然可以全心全意 来做一个造王者 全心全意浮选 吴敦义 他的党中央 还是他一块有力的地盘 对不对 所以如果真的让出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朱立伦 什么什么 真国会龙头 我倒觉得还不如看 有没有可能朱立伦 其实大家 因为朱立伦 你注意听他讲话 两个礼拜前 他开始转一点风向 他已经开始讲说 他就是会 黏着记 什么黏着记 什么叫黏着记 我请问一下 朱立伦如果分配个隔魁 适不适合 好像蛮适合的 因为他财经专业 他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对不对 张上正是不是也被点名副手 都可能的人选 副总统这块 我相信吴敦毅会尊重韩国瑜 行政权这一块是 可是吴敦毅只要霸着立法院这一块 他的影响力就很大 那接下来就是龚道博 他位置到底在哪里 可是你注意看 当龚道博说出来说 他不赞成郭台铭脱党 他也不会脱党 那在这里面 五院还是什么样 有没有他一定的位置角色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像刚刚国栋大哥所说的 双戏就要不开戏了 风神榜就来了 吃相很好看吗 但是吴敦毅跟韩国瑜之间的默契 说韩国瑜之后不当党主席 其实这个在初选之前 就已经有传出来了 应该都有一个默契 的确有 现在就是说国民党的党章 第十七条第三项有规定 就是说总统兼党主席 那当然现在的确是有常委 要主动来提案 说看是不是 因为党主席 有任期是四年 对这是确实的 有一些这个中常委 的确是要提这样的案 可是这个案会不会过 因为这个还要经过全代会 党章要通过的话 要经过全代会修改 那的确的确会有 可能这个案子的提出 但会不会过 那还不晓得 但是一定要先跟韩国瑜 打声招呼吧 不然怎么会提出来这个呢 现在吴敦毅也特别回应说 这跟我无关 感觉上很矫情 其实老师说就是 的确是 这个中常委提的案嘛 不是不是吴敦毅自己去提的案 不是党部自己提的案 那东年罢了一定是有默契的 大家要去揣测 这是你们自由尊重 可是是不是事实 这个恐怕还有一点距离 那我要讲 就是说韩国瑜现在已经是这个国民党 当然28号以后就正式提名 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这个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选举不是只有总统 还有立委 那现在党中央的角色 比较会走一个选举平台 怎么纳入 就是说总统的选举 还有立委的选举 当做一个平台来整合 来协调 所以我意思是说 党中央一定有角色 那当然韩国瑜 他自己要选总统 他当然也要一定有角色 只是这个角色目前我们还在 还在严拟 看怎么样的方式 能达到最佳的战力 那外界要去批评要什么 我觉得那个有点空穴 空穴来风 是空穴来风吗 对 还有分开大选之后 不是啦 总统说 那个选举里还没够 他现在连提名都还没有 全代委28号提名 现在就要封这些 这不是太早了吗 而且也太不切实际了 我觉得这个揣测 不然我问你 这个揣测可以适当的评论 可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跟事实 恐怕还是有差距 我问你啦 指责 大家都在政治圈的人都知道 政治其实有一定的妥协 或一定的共识 或说资源的分配与共享 我请问一下 韩国瑜出了韩粉 他有什么 他凭什么来跟郭台铭整合 凭什么跟朱立伦整合 凭什么跟王金平整合 凭什么 这里面难道不要有 凭理念啊 凭2020国民党 他拿回政权啊 你讲凭理念 你去现场一片大笑 我就不叫你念两个字 凭中华民国党 他要继续存在啊 韩国瑜会写里面这两个字吗 好继续来关心 在韩国瑜选完市长之后 紧接着就要选总统 有人估算呢 他可能会赚进 三亿的选举补助款 这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看到 因为他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呢 得票是89万多票了 所以呢 选举补助款 大概就领到2677万 那如果呢 他继续选总统呢 不管有没有选上啦 有人估算 他拿到900万票 可能是会非常的高估啦 那这个高估的部分呢 900多万票可能就可以拿到 2亿7千万 再加上他的高雄市长所领到了 所以就将近了3亿元 领到这么多钱 大家都在说 这个不是希望能够发大财吗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韩国瑜自己发大财 所以呢 就有这个立委 实在力量立委 徐永明 他就这个要提案 要修法 应该说 如果你这样子代指参选呢 就要追回这个选举补助款 请教年华哥怎么看 这样的修法 有没有他的道理 这个修法等一下再谈 这个算法 这个数学有点问题 因为如果韩国瑜 连高雄市长 这个选票补助款 加起来可以拿到3亿的话 他一定会当选 台湾不可能一个总统 拿900万票还没当选 因为上次也没得多票 都已经过半了 而且那是投票率 几乎百分之百过半 台湾从有总统选举以来 得票数最高的历史记录 还是2008年的马英九 765万票 我不相信韩国瑜 可以拿到900万票 所以这个是超高估了 对不可能 他拿不了那么多钱 但是关键在于 记不记得韩国瑜 在市长选前 他说过 他的得票补助款 他要捐出来做公益 现在已经过半年了 这个钱在他账户里面 也生了不少利息 没消没心 也没有做公益 但是我想 他在总统选前的 关键时刻 应该会捐出来做公益 因为这个变成 他选举的一个工具 那至于说修这个法 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可能会牵涉到 宪法的赋予人民的自由跟人权 因为我今天我要参选公职 只要我没有被持夺公权 我都有参选公职的权利 过去民进党 曾经有定过五年条款 但后来因为陈水扁 98年市长落选 然后2000条选总统 帮他取消掉 修改掉 但再也没恢复过了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党公职认为说 你不能去限缩人民参政的权利 哪有规定说 我现在选什么 然后多久时间内 我不能再选别的 因为选举行为 他的确很多人把它视为说 这是一个跟选民的契约 那既然如果是 他是跟选民的契约的话 你就必须有选民来决定 如果说大多数的选民 觉得说韩国瑜你这样子不行 你才市长 其实他真正起心动念要选总统 市长也不过才干三个月 你如果这样 如果大多数选民认为说不行 那他自然不会当选 那以后自然有 以后的政治人物都会看 他会觉得说我这样的行为 做到一半落跑 选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他就不改 但是如果他会当选 那就是一种鼓励 那如果他当选了 然后你再去修这个法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而且在这个阶段 你去修这个法 平良心讲了 针对性超强 你就是要卡韩国瑜 就是要卡柯文哲 我觉得这样 你对民进党来讲 对民进党的政治效益 或是说对整个国家的 民主政治发展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要保留一点 可以再做深入一点 年幻哥意思就是说 这个还是要让选民来决定 因为毕竟选举就是选民选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立法 或许也有 有些民众可能也会认同 庭会员怎么看 这部分当然就是说 是不是按照 有人说按照比例 也就是说一般 这个蓝营先生也会说 那个谁赖清德 陈菊什么 不都是也是落跑吗 什么代识参选等等 那为什么只有韩国瑜不行呢 那韩国瑜的主要就是说 他的正当性 大家就会觉得 你才刚选上 连一任都还没有连任 这种情况可以说得通吗